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接I-SWIM之後 開始吃很多東西 膨脹自己 體態好了之後 確實多了不同品牌找我 去做公開或合作 我現在大概每個星期 如果有時間的話 我盡量會安排三天 每一次大概兩至三個小時 我本身運動不太好 不太出色 其他人又很好 我怕因為我拖後腿 這個心態其實一直遲了很久 幸好有訓練 加上慢慢在訓練和開機的時候 拍一些紋氣開始 大家的密契是越來越好 其實我們未來都經常 收工一起吃飯 拍完有沒有不捨得 還是覺得鬆一口氣不用再流水 我拍完這個劇 我確實是鬆一口氣 因為我覺得每一次都 好像在挑戰我的極限 但我不做 又不知道原來我可以 但過程是很辛苦的 雖然我也希望那個作品很好 但拍完之後我也想暫時放下一下 我中午奇妙地做了一個模特兒 一直都拍開廣告 十九歲那一年還在讀書 我當時讀時裝飾 有一天我的模特兒公司 叫我去拍攝電影 當時是沒有演出的基礎 只是抱著一個 只是去嘗試 了解一下是甚麼的心態 誰不知第二天接到電話 公司打電話給我 導演想見我 我就上去了 跟我說我中了 選了我 就開始了我想成為演員的一條路 因為拍攝完這部電影之後 我開始對演戲有興趣 初初拍戲是 我想是在鏡頭前走一步路 我都害怕 因為我之前模特兒的關係 很多時候是習慣了好看為主 而忽略了角色或是講演戲的內容 所以當時導演經常說我很不自然 後期我發現 幸好我遇到劉德華先生 他很喜歡那個角色的時候 反而我被他帶動了 我入角色 我在他身上學期比較多 我自從拍了二月合唱團之後 一直都有找不同的演唱課去上 有跟林立三老師 有跟廖啟治老師 亦都在中藝器學院 研究過一段時間 短期內想實現或實踐到的目標 我想成為一次電影的男主角 我想挑戰反派 即一些大家口中的奸角 即我也不會被人看到我陰暗的一面 在現實生活中 但去演一個反派 可以發掘自己多一點 我最近都有看一套劇 他每個角色都不是很完美的 講一些性格 即每一個主角色都會有他的性格 陰暗的一面在鏡頭前呈現出來 其實知道自己的不足 或者缺點在哪裡 去觀視這一點 男神 如果在這個行業 我叫做Role Model 應該是 其中有一個是劉青雲 男的演員 我喜歡鳳德倫 女的演員 我喜歡林家欣 而林家欣 我小時候就覺得 我看他的作品 他給人感受到一種幸福的感覺 我看到他的樣子 所以我很喜歡他 從小到大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